大家好 歡迎回到本部臉頻道 在一起跟大家分享的是台灣的M1A2T坦克 原先表定在今年上半年將會進來第一批的M1坦克 但是為了參加美軍聯合演習 第一批的M1坦克將留在美國配合演習之後 最快在今年下半年 最晚在明年年初將會有38台的M1A2T坦克 預理台灣國門加入台灣的戰備需求 但是大家可能都會好奇 台灣的M1A2T所謂台灣T的T型台灣的配備 跟美軍現役的M1A2有什麼不一樣 M1A2T坦克在台灣內部的專案計畫稱之為瑞傑專案 在2018年7月時候 美國國務院通過同意出手108輛M1A2T主戰坦克 以及相關的裝置配套彈藥跟相關的訓練裝置 而第一批的38輛坦克 原來是今年上半年會到貨 因為要參與美軍的演習 所以會延後回國 而M1A2T是美國專門為台灣所提供的款式 它是延伸至M1A2Sepad V3 而它最大的特點在於說 它的車頂上面配備有Close LP低姿態的遙控武器 也就是說坐在人員不需要暴露在車體之外 就可以操作車頂上的機槍進行掃射 可以相當大幅度的提高機槍手的生存能力 也就是說它採用的是遙控機槍系統 相比美軍的M1A2Sepad V3還有一個特點 它取消原本配備的主動防禦系統 這個取消當時到底是因為美軍要留一手呢 還是台灣因為價錢而考慮移除的呢 但是這個會使得坦克本身在戰場生存能力 會少了一個有力的保障 但我們再看看M1A2Sepad V3 它是美國陸軍在1950年代中期 那時候就已經計劃開發取代M48巴頓坦克的後續車型 當然這段旗艦他曾經造了很多輛的T95中型坦克的原型車 以及M60的主戰坦克 但是性能跟那時候同時期的蘇聯的T62 仍然有著巨大的差距 因此美國人就在1960年代的中期跟德國合作 當時的希德開發MVT-70的主戰坦克 MVT-70坦克使用的技術在當時可以說是相當的先進 但是因為這些技術太過先進了 所以相當的還不成熟 而美國跟希德兩國對MVT-70的上方連制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使得當時研發的金額 大幅的商場原定的預算5倍以上 因此希德在1970年代就退出了計劃 而改為自行開發 因此巴尾坦克就這樣誕生了 美國國安部雖然繼續的單獨維持MVT-70的計劃 但是考慮到技術還不成熟 以及資金上無以為計 因此在1970年代的時候將計劃暫時停止 雖然MVT-70的計劃暫時停止取消 但是在執行這個計劃期間 它所開發出來很多新的技術跟新的部件 能提供美國跟德國兩國後續研發新一代坦克豐厚的技術儲備 而美國國安部在1973年4月時候再度提出了一個 名為XM815的新一代坦克開發研發案 由克萊斯熱汽車防衛部門跟通用汽車 分別來提出自己的設計方案 而兩家車廠在1976年2月時候將各自的原型車設計方案 美國陸軍並且在馬里蘭州的阿伯丁試驗場展開了測試 最終由克萊斯的汽車得標 而這項計劃的編號也更改為XM1 XM1在1978年設計定型拋塔正面改為傾斜的多邊形設計 而車體正面的輪廓也稍微加以修改 美國國安部跟向這一款新騎坦克型號定為M1 為了今年在二次大戰時有顯赫戰功的克林頓艾布拉姆斯上將 名稱就定名為艾布拉姆斯M1A1也沒有讓美軍失望 前後參加了波灣戰爭、伊拉克的戰爭以及伊拉克的內戰 這款戰車部署的作戰能力 可以說是被監禁樂道稱之為地表上最強的主戰坦克 M1A2則是在1990年代開始批量生產 它代表是美國陸軍人針對M1A1基本設計的技術升級以及改進 它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最現代化的主戰坦克 它外觀跟M1A1相似 而M1A2最主要的外觀變化就在於重新設計的車長的武器站 以及在裝彈手窗口前方的砲塔左側 增加了車長的熱成像顯示器 M1A2並且在內部進行了徹底的重新設計 利用更加新進的技術 在這個升級改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它增加了車輛之間的信息系統 IVIS系統 IVIS系統允許在車輛之間自動的持續的交換雙方的資訊 並且通過整合機載的位置導航系統提供了相關資訊作為分享 而部隊指揮官更可以自動的跟蹤下屬部隊的所在位置 以及它的行進進度可以即時掌控在場的即時訊息 並且還可以識別繪製敵方的陣地 並且自動的傳輸跟處理報告 而產生即時的戰場圖形 並且加以進行所謂的控制措施 或者下打操作指令 還可以通過IVIS的系統快速下發作戰命令 而所有的IVIS的數據傳輸 通通都經過M1A2的三個無線電系統來進行交換 而M1A2上面還改進了 德國豹2坦克上面首創的獵手坦克車長 跟砲手之間的目標交換殺手獵手系統 也就是說坦克車長在發現主要目標或主要威脅的時候 他可以即時的中斷砲手的原先規劃 而直接更改目標和攻擊 而為坦克車長提供的獨立的熱成像瞄準器 輔佐車長做判定 而M1A2的SAPP V3主戰坦克的現代化配置 這個版本提供了更加強化的保護跟生存能力 以及比前一代更高的殺傷力 除了改進既有的裝甲通訊系統之外 它的可靠性維持以及燃油效率也跟著往上提升 因為成像良好 美國陸續邊將旗下的M1A2的SAPP V2型的 艾布拉姆斯坦克全部升級為M1A2的SAPP V3型 而配備低調艾布拉姆斯M1A2SAPP V3型系統的坦克 在2017年10月正式交付給美國陸軍服役 所以M1A2SAPP V3可以說是相當先進以及相當新的系統 它保留了M1A2主戰坦克的佈局 駕駛士仍然位於車體的前方 而中央砲塔則是位於中間 動力裝置則配置於坦克的後部 而這團坦克根據將所有的零部件 變成一個模塊化的組合技術 可以輕鬆維護更是集成的連合戰術無線電系統 最新的這款型號的阿布拉姆斯坦克 它的車廠9.7公尺 它的寬3.7公尺 它的高度2.4公尺 裡面的籌組人員有四位 包括駕駛員、車長、裝填手跟砲手 主砲是一門M256120mm的滑塘砲 它可以發射M829A4 先進動能跟先進多用途彈藥 並且可以針對防禦戰車、人員跟低空飛行的飛機 進行相關的攻擊 而這一型坦克還配備了通用遙控武器系統 安裝有12.7mm的機槍一頂 7.62mm的M240機槍 也跟主砲同軸安裝 並且還增加配備了更先進的前世紅外線 IF-LIR系統來探測目標 與現有的第二代FLIR相比較 IF-LIR採用了長波跟中波的紅外線技術 來增加目標的捕獲 以及影像的強化、識別跟攻擊能力 還配備升級的日間攝像頭 而這個攝像頭跟使用了畫中畫的技術 可以組合不同戰場的畫面 提供給成員340度的視角 而安裝在車體外面的反應裝甲跟半條裝甲 更是可以抵禦簡易爆炸裝置衝擊攻擊 可以保護車主人員 免受路邊炸彈或者IED 就是所謂的簡易爆炸裝置的攻擊 更在砲台兩側更是裝設有M250 右管了煙霧彈發射器 也可以通過發動機操作系統來釋放、掩護煙霧 而最重要的是 IBRAMS還裝備有以色列的戰利品主動防禦系統 戰利品系列的主動防禦系統 是由以色列的拉菲爾公司 跟IAI公司所聯合研製的 主要用於攔截各手 採用化學能、戰鬥部的反坦克彈藥 可他能夠為安裝這個系統的坦克 均用裝甲車輛 提供360度範圍無視角的保護 而且這個系統也經歷過很多實戰的檢驗 確實表現出相當優秀的攔截各類 採用化學能、戰鬥部的反戰車彈藥 因此戰利品系列的主動防禦系統 性能十分先進相當有效的一種主動防禦系統 但是這一套戰利品系統 因為要價不肥 所以在台版的MMA2T的戰車上面 有保留其位置空間 但是尚未加裝 可能是台灣國防部新的預算編列 新的預算是否能夠未來加裝 尚未定天 MMA2T的SEPR V3型 他是採用Honeyware AGI-1500的燃氣鍋輪發動機 提供1500匹的馬力 而戰車的車載系統 可以降低發動機所產生的噪音 也減少了被發現的可能性 而當車輛處於靜止位置的時候 在主發動機不提供動力的情況之下 他仍然能夠提供相關的電力進行炮塔的操作 因此 這個部分可以提高燃油的效率 而這個戰車還配備有先進的發電跟配電系統 改進過的安培交流發電機 滑緩增長型的傳引體配電組合 也是電池的監控系統 而動力機構包括7個負重輪 後部則是有一個驅動的煉輪 最前部則是有一個舵輪 而兩側各有兩個迴轉的滾輪 第一、第二、跟第七的負重輪 這裝置有迴旋減震器 iplum是最讓人家撐到的 可以說是他恐怖的車體重量 而台灣的西部地形也會多秋連 而東部則多高山 加上水系發達 因此橋樑也重多 所以當初台灣國防部在需求採購的時候 也考慮到台灣的橋樑的承重度 是否能夠承受iplum 166噸的重量 經過通盤考量之後 台灣70%的橋樑是能夠承載這樣的重量的 就會在機動性以及移動性上面 受到影響相對的減少了 以上是本期節目內容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期節目再見喔 拜拜 記得按讚分享喔 好點讚